今天你拿到我放棄 你拿到我 不要說你今天開十二年 三十年你也一樣 那沒意思 我沒有為人 你以為我會給我 這個人嗎 這個人 沒有啦 因為你不在這裡 我給你這個人 老闆不斷鞠躬道歉 白髮男情緒還是很激動 大聲咆嚣 讓人好傻眼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剛才看上去 我沒有你 你都沒有說 有啊 我停下電話你給我 我停下電話你給我 你說我們在這裡 我又是你家 我停下電話你給我 出給我 我來抽煉家 原來是因為抽煉糾紛 員工勸老客人 不要在餐廳裡抽煉 但對方卻不認錯 態度囂張 不斷質問點家 我沒有抽煉 這你什麼 我還什麼 你怎麼在這裡 白髮男太太看不下去 趕緊制止 最後一群人才信信然離開 餐廳口角衝突 就發生在22號晚上9點多 台北市天母 這家養肉料理店 我女兒是說 她要在裡面抽煉 她叫她說裡面不能抽煉 可是她真的是有去我們的廁所抽煉 洗手間垃圾桶 還留有煙蒂 店內掛上 請勿抽煉的牌子 只是沒想到客人不但不理會 被勸導還動粗 我對我孫子動手啦 我是沒有看到 他有一個朋友進去裡面找我說 我認不認識那個 那一位客人 我說他常來 他說他就跟我說 他是他什麼人 某某人你知道嗎 熟客帶海南島的友人 來店內聚餐 因為不服抽煉被勸導 久後失控竟然推打員工 但在今夜場所抽煉 不但可以開罰兩千到一萬元 久後失態在店內咆哮 更讓自己跟友人 顏免無光 解黃家瑋 笑耳珊 台北報導